什么原因导致了美国内战的爆发 内战爆发前夕又曾发生了哪些故事 一期视频带你了解这场彻底改变了美国命运的战争 是如何被一步步推进的 自美国建国起 奴隶制的问题一直都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在美国的版图还未迅速扩大以前 自由阵营与蓄奴阵营经的较量 虽整体还算是保持了一种均衡态势 但美国一些敏感的政治家们 还是察觉到了奴隶制问题所隐藏的政治风行 比如作为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的托马斯·杰斐逊 就曾担忧地说到 奴隶制的问题犹如黑夜里的火灾警钟一般 令人充满恐惧 它可能会是敲响铃般的散钟 事实上 在杰斐逊去世后的30多年里 就如何化解奴隶制的争端 美国人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一项像妥协法案的出台 看似解决了问题 但实质上都只是在稀释宁人 而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 但政治和道德意味的阵营界限 变得愈发清晰和凸行 那么在新的刺激下 双方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或许在某种意义上 也早已成为了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 19世纪中夜 随着美国国家版图的迅速稀扩 为加强东西部的联系 修建一条很贯大陆铁路的想法 开始受到美国民众的广泛支持 不过 至于把铁路修建在哪里 尤其是把东部终点设在哪里 美国人却有很多争论 北方人希望把东部站顶 设在发展迅速的大城市 芝加哥 而南方人则希望把站顶 设在圣路易斯 或是新奥尔良等地 总之 在努力之问题悬而未居的大背景下 修建跨大陆铁路的问题 成为了南北较量中的一部分 1854年 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领班参议员 史蒂芬·阿诺·道格拉斯 为了把跨大陆铁路修到自己的家乡 提出了一份议案 即在爱荷华州和密苏里州西部 建立一个新的州来解决政治 由于担心这个新建州 会因为密苏里妥协中 规定禁止迅奴的36.5度以北 而遭到南方议员的反对 道格拉斯还特别在议案中增加了条款 但新建州有权自行决定是否实行奴隶制 道格拉斯的议案虽然明显对南方州 做出了让步 但在后者看来这还不够 在南方州议员的要求下 同年通过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 不仅废除了密苏里妥协案 同时还建立了两个新的领地 即有望成为自由州的内布拉斯加 和可能成为逊奴州的堪萨斯 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出现 给当时美国的局势 带来了非常直接的影响 围绕法案的争论 辉格党迅速分裂和没落了 事实上在此前的1850年妥协案中 一些辉格党人 就因为本党在努力制问题上的含糊其词 而愤然而离去 由此使得民主党的弗兰克林·皮尔斯 赢得了1852年的大选 而在1854年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中 对该法案表示强烈反对的北方辉格党人 更是进一步纷纷脱党 随后 他们与一些反对努力制进一步扩大的民主党人 组建了一个在政治线条 极具地区象征的新政党 这个新政党为了向劫匪逊的民主共和党 表示致敬 自称为共和党 共和党的出现 也标志着美国政治 开启了第三政党体系 而除了政党体系的变化以外 本质化解南北分争为目的的 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 非但没有缓和双方的矛盾 反而还把矛盾激化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法案通过以后 两个阵营 为了取得在堪萨斯地区的优势 开始派遣大量移民前往堪萨斯 双方为了争夺地盘 大打出手 突袭 仇杀等恶性事件 在堪萨斯频繁上演 这场被称为堪萨斯内战的历史事件 不仅造成了数百人伤亡 更揭示了当时美国社会 在奴隶制问题上的深刻分裂 美国南北尖锐对立的背后 虽然有很多其复杂的原因 包括社会形态的差异 思想观念的不同等等 但总的来说 奴隶制的问题 仍旧是绝对的核心原因 那么就这个原因来说 其背后又映射了怎样的巨大矛盾呢 真的仅仅只是一场围绕黑人 自由权益而兴起的争斗吗 真实答案或许是令人失望的 虽然反对奴隶制的北方州 总是以不忍道的 残忍的 以道德角度来斥责迅奴的南方州 但事实上 北方州对黑人的态度也并不好 北方的黑人 更多只是在表面上的自由 对黑人的歧视和压迫 在北方人就普遍存在 还记得费城的那场智行会议吗 当时就有关选举权的问题 北方州提出了黑人 只有五分之三投票群的提议 他们当时的目的是出于遏制 有着更多黑奴存在的南方州的权势 这么说来也许太残酷 但无论是美国的费奴运动也好 还是世界范围内兴起的费奴运动 其最核心的动机 还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 你会发现 费奴运动的新剩 几乎是紧接着工业化之后开始的 因为工业革命带来生产力并格的同时 也产生出了一种新的经济模式 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 雇佣工人想让比购买奴隶来得更加划算 因为工人不仅有生产力 还有消费能力 工厂只要开足马力生产商品 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创造财富 而奴隶作为一个纯粹的劳动力 它对比大机器生产 不仅生产效率低下 对经济的助力更是无从谈起 所以北方州执意废奴 最核心的目的是想要扩大 国内的劳动力市场和消费市场 但就南方训奴州而言 以明花种植业为主的南方经济 高度依赖黑奴所提供的零价劳动力 奴隶制已经与南方社会深刻地交织在了一起 此外 在南方人看来 北方农因滚滚 乌因瘴气的工业化社会 远比不上以奴隶制为基础 充满祥和有序的南方社会 或许工业化是历史趋势 但至少就当下而言 南方人还是不愿承受取消奴隶制所蕴含的风险 毕竟他们信有的财富和社会地位 就依托于奴隶制的存续 而至于奴隶权益的问题 南方的奴隶主们通常自认为是黑奴的家长 而不是施暴者 他们认为自己给黑奴的待遇 可要比北方工厂主给工人的待遇要好得多 南方人只觉得北方人以道德的口号来废除奴隶制 实在太过虚伪 再退一万步 即使奴隶制再如何糟糕 美国宪法也没有废奴的相关规定 干涉州政府的奴隶制问题 以威胁到了南方州的自由与独立 属于违信行为 总之围绕努力制的争论 已不仅仅是经济利益和道德上的争论了 更是一种国家理想和意识形态的斗争 1856年总统大选 在不安的气氛中开启 随后 没有过度参与到地区利益纷争的民主党候选人 章姆斯·布侃南赢得了大选 布侃南就职总统时 已经65岁高龄了 不知道是身体原因还是性格问题 谨慎和犹豫的布侃南在很多关键问题上 都没有发挥出重要作用 布侃南政府不仅在当时的经济萧条中毫无作为 在化解南北矛盾的问题上 也没有太多建树 在美国开始急速坠入混乱的状态下 他们又在1860年 迎来了其历史上 显示最复杂的一次总统大选 这节大选中民主党因努力制问题产生了分裂 在总统候选人问题上的意见不合 给到了一位口才出众 名声援援的共和党候选人赢得大选的机会 这个男人叫做亚伯拉罕·林肯 林肯在叙奴州和自由州都生活过 他还参与过美国与印第安人爆发的黑鹰战争 结束了军旅生涯以后 经过一些波折 这个跟恋意价一样的高个子 开启了自己的从政之路 从政以后的林肯因主张扩大所有白人男性的投票权 反对蓄奴制以自由土壤之名扬免美国政界 在蓄奴州的所见所闻 让林肯非常了解奴隶制的黑暗和可怕之处 他认为奴隶制与文明社会格格不入 但作为一个现实的政治家 他也深知改变一个根深蒂固的制度难度有多大 所以林肯成为了一个温和派的废奴主义者 1856年 借以辉格党内部的巨大分裂 林肯脱离了辉格党 加入到了新组建的共和党当中 并很快地成为了这个党派中的重要人物 在1858年 伊利诺伊州参议员竞选过程中 林肯与民主党的史蒂芬阿诺·道格拉斯金的七场辩论 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辩论之一 这场有关努力制的辩论 在当时吸引了大量观众 辩论的结果 虽然是以道格拉斯获胜而告终 但林肯也因这场辩论 成为了全国的分云人物 这也为他后来参加1860年的总统大选奠定了基础 而虽然林肯在上台前承诺 只会阻止奴隶制在新的领地扩张 并不会取消信友州已实行的奴隶制度 同时保障奴隶主权益的逃奴法 也会被继续执行 但即便如此 虚奴州对林肯和共和党的顾虑和敌意 仍旧没能被消除 在林肯正式上台前 1860年 南卡罗来纳州宣布脱离领班 4年2月 密西西比州 佛罗里达州 乔治亚州 路易斯安那州 阿拉巴马州 以及德克萨斯州 也纷纷宣布脱离领班 随后 七个州的代表 齐聚阿拉巴马州的蒙哥玛丽 成立了自己的共和国 视为美利坚邦邻国 杰匪逊戴维斯 被推选为邦邻的临时总统 邻邦政府 自然是拒绝承认邦邻的合法性的 于是双方开始进行妥协 南方州为了挽回局势 建议在宪法中 增加一条修正案 即永久限制宪法 对奴隶制的权利 但这种不能解决任何现实问题 同时又束缚 联邦政府手脚的方案 北方州显然是没法接受的 由此 事态开始朝着最糟糕的方向发展 随后的几个月 南方开始操练邦邻新兵 意识到情况愈发不对劲的北方 于是也开始采取一些反制措施 为一场预期在四个月左右的战争做准备 但事后证明 自认为悲观的邻班政府 还是太过乐观了 安德森少校 是查尔斯顿赶 萨姆特保的指挥官 这个性格温和的人 此时非常的焦躁不安 因为要塞的补给品 在南北胶着的局势下 已经陷入短缺 但安德森向华盛顿 发起补给需求之时 班林中一些敏感的风铃主义者 将邻班政府的行为 视为了战争行为 1861年4月12日 尽管安德森已经告知 班林坊自己的食物 只够维持两天 届时他们要么被迫投降 要么饿死之际 班林均还是在这一天的早晨 向萨姆特保开火了 经过24小时的炮击 林班军要塞发起了投降 而萨姆特保战役 虽并没有造成双方任何伤亡 但某些人 显然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 那就是班林均开了第一枪 是他们撤下了美国国旗 真正的挑起了战争 现在在白宫里的那个精明男人 可以名正迎顺的 采取任何他认为合适的手段 去惩戒这场叛乱 签除困扰美国已久的晚级了 1861年4月15日 也就是萨姆特保战役结束后的第三天 林肯召集了7.5万志愿军 向着囊犯出发了